那我们也没话讲 一听到心目中的第一夫人吴淑珍 要坐牢19年又7个月 扁伴主任留下男儿类 这样的身体状况 路坚服刑 等于就是要自胎死地 哭诉吴淑珍身体不好 撑不住牢狱之灾 不过拿健康当理由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2006年12月5号 就是这个画面震惊社会 吴淑珍当庭昏倒 从此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 靠着低血压 常粘制肠阻塞等理由 吴淑珍17次传唤 17次请病假 创下首例 这一回扁案又端出健康因素 查询入监程序 从报道确认身份 吴淑珍很可能就卡在第三关 因为收监法明文规定 骤行人有下列情形时 可以拒绝收监 其中这一项患疾病 入狱可能危害生命 还有残废不能自理生活 都可能成为争议 监狱的医师 如果不能平定以上状况 责任就落到了当地的公立医院 台大真倒霉 两边都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但回顾过去 光是判断吴淑珍 适不适合出庭应讯 就让国内首屈抑制的台大医院 一个头两个大 这一回吴淑珍是否入肩服刑 一份健康诊断书 势必又成为关键报告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吴淑珍到底需不需要入肩 法务部可能现在要想一套 完整的方式来决定 他入肩或是不入肩 在民意党这边对吴淑珍入肩 这件事情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吗 孟平怎么看 我首先先讲一下 刚才那个沈大佬说 我刚才这样的主张说 今天蔡英文主席就应该出来 开记者会是不是有点过客 其实我实在想要表达的是说 我其实一个很大的好意善意 因为我认为民进党在第一时间呢 没有处理好陈水扁的问题 以至于这是造成整个社会 对民进党非常不能谅解的一个原因 但是它能处理的时机在过去呢 一直延误一直过去 但是到这个时候 因为民进党它已经体认到 它必须尊重司法 所以在这个状态底下呢 是一个最好最好 让民进党彻底摆脱 陈水扁梦夜的一个时候 如果今天晚上 只是用一个党中央的一个发言人 然后一个新闻稿这样过去的话 其实明天 我们大家真的可以观察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一旦开始开记者会 整个他们今天希望的调子呢 我认为会有非常多杂音出来 你说民进党立委 不会只有尊重司法这四个字 是的 会比较像扁半这个吗 就是政治黑手接入司法 我认为他们的意见会很分歧 那有一些会很像扁半 有一会有一些会非常为 这个吴淑珍 陈志忠等人打抱不平 那有一些也会像党中央这样呼吁 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杂音 那因为党主席没有在第一时间 亲身出来定调的情况下 那明天蔡英文的处境 就会变成什么 他就会被媒体逼迫 他就会又是一堆记者麦克风 逼着他说主席你怎么样 然后他又轻描淡写说 那我们尊重司法 那整个民进党的问题 等于就是又回到原点 就是大家会七嘴八舌 各自去捍卫各自 那所以我只是要跟沈娜老 还有跟很多观众朋友说明说 其实我是一个很大的善意 而且我非常的希望 虽然我们现在在跟民进党竞争 我非常的希望民进党彻底的 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往前 往上 往正确的路来走 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说 我们常年要跟一个被贪腐的 被很负面的想法所拖累的 这个政党来进行竞争 我觉得这对国家不好 你们觉得这样甚至不无就是 不过民进党是应该 赶快去面对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跟郑宏林事件不大一样 因为郑宏林不是民进党党员 所以蔡英文对一个非党员 他怎么管 陈日扁现在也不是民进党党员 可是他曾经当过当主席 那你整个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民进党需要做一个 更好一点的回应出来 是应该是对的 因为至少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民进党为了陈日执政 所审生的这些弊案 一个很诚恳的道歉 一个很深刻的反省 陈日扁固然已经离开了 扁案当然会慢慢慢慢的 会自己去沉淀 会有他的结果出来 可是民进党对他执政的这个过程 是应该要做一个 诚恳的反省的道歉 而且你要让国人看得到 因为他一直希望 诉求于中间选民 你总要让中间选民知道说 民进党是有反省的 民进党能够让一般的人知道说 他未来不会再犯这个问题 就陈日扁犯过的错误 我们至少看不清楚 民进党你是内部检讨也好 或者你让外部的人知道说 你是怎么反省的这一个问题 它是个很严肃的一个现象 很沉重的一个包袱 那当然不是说 你要一辈子用扁案去打民进党 倒也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整个回过头来看来讲 蔡英文或者民进党现在党中央 像那个逆所长他们 今天晚上一定很头痛 因为有一些人是一定 无法被你说控制的 比如说高志鹏 高志鹏他会听党中央的吗 他会怎么讲 所以他本来就会有一些人 不会去讲好听的 所以党中央应该抢先定调 可是党团我相信他应该还压得住 柯建民这些 应该党团是还可以压得住的 可是你只会越有杂音出来 你就会面临到回到那个问题 你对扁的问题 这八年来所产生的问题 像今天农台案是最好判的 农台案浪费了我们多少资源 一百多亿啊 如果我们回想这几天 包括有台在吵的这个什么 传真号码这些问题 那一百多万 那是一百多万 对这是一两百万的事情 你知道吗 农台案就花掉一百亿以上啦 你可以帮一个花坡了 超过花坡 超过了 够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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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民党真的要正聪明一点 否则你怎么去说服 你中间选民的诉求 李介牧 最高好爱就认为说 你判他缓刑 说他咸可免诉 他可以同情他 最高好爱认为 没有同情他的理由 就直接去入奸吧 所以把他的款刑拿掉 刑期还加重 就被是这样子啊 对 这种情况来讲 一般来讲是比较少的啦 通常越来越大 越判都是越判越轻的 但是他这个 李介牧这个是 最高好爱 他为什么会发挥 最高好爱是法律审嘛 你事实有错误 事实有错误 他认为你没有查清楚啦 比如说陈志忠洗年 到底洗多少 还不清楚 因为有些还没这个人 有些他判罪 加加减减 发挥 你再去查 但是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你这个李介牧 你的犯罪事实很清楚 但是我认为 你这个啊 你这个法条有错误 否则事实 法条如果没有错误 他不必把原判决成效嘛 但是你用了法条不对 这些法条是不能反刑的 他认为你不 而且不可敏述 所以把李介牧判 当初李介牧很多人也觉得 他很可怜啦 钱也有拿出来啊 也有捐给人家 还是坐牢 不过李介牧 是把自己搞死 因为他反反复复 你现在认罪 你现在不认罪 其实最高这次这个部分 其实对吴书贞也有公平的部分 因为像南港案的部分 他被判16年 那法律本性就15年 其实我们看扁案 配那么久 其实都忘记说 这次有15年 那我们判16年 所以他回过来 还有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周淡村的那个见解问题 他对这一点也有提出来 这个其实你可以看扁案 你也可以看未来 严肃的宪法问题 就是说吴书贞在南港案里面 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利用了陈水扁的职权 去要那个余政宪 内政部长配合你 而你只能抓到的证据是 吴书贞直接找了内政部长 所以啊 他的整个那个法律架构 跟构权条件 就完全会不一样 你是不是就用贪污制约条例 就会产生很多争议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把那个最高法院 这些判决意识 认真地把它看完 你就会知道说 他哪些地方是 把那个过去一二省的问题 跳出来 那为什么又要在龙坛案 跟其他人 那么快能够把它审结 这个其实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又来插播一个最新的讯息 苏贞昌今天晚间 对于陈水扁跟吴书贞 被三审定验的相关法律案件 他说呢 尊重法律程序 苏贞昌说呢 任何人做任何事 就应该面对法律 其实苏贞昌的这个说法 比刚才林又昌讲的更直接 更明确一点 但是呢 对于民进党 要不要反省过去陈水扁 执政期间的相关的弊案 这一点他仍然没有走到 刚刚沈大老师说 民进党可能今天晚上在想 可是呢 我们的担心是 他会不会是一种 在躲的动作 这个躲呢 很可能就是用 我讲躲不了 尊重司法 没有 他的躲法就是尊重司法 而且我们最近常听到一句话 叫做不评论个案 我觉得呢 我觉得民进党的领导人 也可以讲这句 会不评论个案 只有总统不用不能评论个案 其他的人应该要就个案 好好探索吧 他当然要评论这个个案 为什么啊 你看像 连共产党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 毛泽东的问题 他最后都做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调 意思是建国有功 文革有过 对不对 那一样 我觉得蔡英文 现在作为民进党的主席 也应该出来说 陈水扁哪里是有功的 可是这件事 他做错了 要评论个案 你不要明天出来又是一副 任何人都要面对法律 任何有贪污都是不对的 就讲那个任何人 我要听到的是 陈水扁这件事 民进党是什么态度 苏贞昌的确是说任何人 任何人做任何事 就该面对法律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废话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 郝龙斌 或者其他没有在陈水扁 手下担任过 行政院长或部会首长的人 讲苏贞昌说任何人做任何事 都该面对法律 这种空办的评论是可以的 可是苏贞昌不可以 因为苏贞昌在陈水扁 贪污最多钱的 2006年 也就是说后来事实证明 他一直搬钱出国 然后金库移来移去 然后这个陈志忠 洗很多钱的那个时候 他在做行政院院长 而陈水扁呢 在出去外交 那个飞机上 债满了现金 跑到各种国外的时候 苏贞昌在做总统府秘书长 一个在陈水扁 就在他的眼皮底下 指挥了各种人 来进行这样的一种贪污的行为的时候 你当时位居高位 就在陈水扁的旁边 你今天怎么可以讲 任何人做任何事该面对法律 那你如果说任何人就是指你当时的老板 那你何以自处 是法律还苏贞昌清白 法律还苏贞昌清白 因为李永平刚刚讲了苏贞昌之前 但是法律现在告诉你苏贞昌是不知道的 他哪里有做他都不知道 这不是陈水扁A的啊 他没有共换的情况啊 所以苏贞昌是清白 苏贞昌可以讲 法律终于还我清白 对 法律还我清白 我虽然到行政院院长 不过你们要知道哦 钱都是陈水扁A的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也可以讲说 原来我当年真的是被骗了 先进广告